歡迎回到第二節的講漫咬,我謝邦 本來打算結束的小書 誰不知韋陀還是有話要說 不是啊,因為剛才我隨手揭揭的頁實太好笑了 話說第640期 這個龍虎們的韋陀回歸第19頁 這頁就發生什麼事這麼好笑呢? 看到妖后和馬青羊 互拼了一招 馬青羊就躺下 這個時候她的師叔就破了 妖后把一粒打格的東西 扔給她的師叔 我就在看,想了很久了 那一粒是什麼來的呢? 為什麼要打格呢? 其實是不是好像回運東西裡面是屎屎來的呢? 看回她上文下你 就應該是由馬青羊身上找出來的那些東西來的 那些肉塊啊 那是什麼來的呢? 剛才我們也說過有些不同的意見 因為其實很奇怪的 她這樣抽出來呢 就是圓圓圓圓的那樣 照計來說,你在身上抽什麼東西呢? 她好像不是拿到什麼內臟那樣 那你說了你們的解釋先 我有我的解釋 不是啦,因為我看到她拼了一招之後 那一格呢 馬青羊還是馬青羊? 馬青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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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位置流出來也挺恐怖的 妖后抽出來之後還要向上喇一喇 完全不能夠想像 這裡也寫得很明顯 妖后心邪手辣 馬青武認真雙鳥 反正他們都是邪派中人 直接說他們攻擊部位會不會好一點 不需要製造這個疑慮 我都不明白什麼叫認真雙鳥 怎樣可以傷得很不認真 很邪惠 哎呀我傷了 晚上看踢球插水的人 就不是認真雙 要整個蚊才叫認真雙 奇爾尼小夫全部都是邪惠 其實蚊不會這樣 這些是蚊一塊在體內的行為 不是那個表達 因為如果是扯斷他的一塊肉 不是這樣的 扯就算是指甲那樣東西 很沾很銳利也好 你是像一條肌肉這樣扯斷 所以我解釋 在那個位置 又不是高原也沒有那麼高 高原也沒有那麼高 宿揚入腹就不是真的能入腹 對 那我就想 其實他才是有席袋 剛才在研究龍胸的問題 龍胸的問題 其實是馬青武 你打我 即是妖猴就是打我 我對球 我拿回他的席袋出來 那時候還沒有打他對球 不是 馬青武是他們三個 唯一沒有打過 是妖猴對球 那時候還沒有 如果小貝剛才的解釋是正確的話 那就明白了 為何韋陀尼多 要不停打他對球 你去龍胸就行 人家這樣就分出來 我當然要幫我的朋友報仇 我專門打你到這個袋子 所以他為何每次都圍著 其實不是因為我們色情 他是以其人之道 還是以其人之身 我完全明白了 是有佈局的 我們錯了 我看漏了這一格 整件事並不存在這個 不君子色情的行為 只是報仇 這期是否有整容 龍胸公司贊助 這些東西 完全理解不了 剛才也說過 為何不直接一點 就是說他 扯一條腸也好 扯他子孫筋也好 反正邪派高手 就由他做這些行為 不需要製造他疑劃出來 他畫那塊肉塊 當初我畫到真的圓 好像一顆牛犬 我以為他整個肝炆了出來 為何不害 那塊肉仔 我又不覺得你很傷 還可以 在他手上扔出來 那塊好像狗屎 好像扔屎 但沒有可能 沒有可能在胸部 那塊屎出來 但他那塊真的是胸 你真的看上面那一格 他畫那一刻真的是胸 真的是席袋 要不就說扯一條肋骨出來 就像阿當那樣 被人扯一條肋骨來做個女人 知道你沒有女兒 我可以扯一條肋骨出來做個女兒給你 串一串他 又不是 所以這些表達手法是有些問題的 反正一級書招 打陰影打格就沒有所謂 他不需要 用龐白 他們最主要用龐白 用龐白來交代 骨都扯出來 讓讀者感受一下 馬青武那種受傷的程度 這麼喜歡用龐白的交代 不要說漫畫出小說 扮尼大婆 可能他們真的適合出小說多一點 講完那本 現在少書沒有東西都投訴了吧 沒有了 講一本古代的書 兩個星期沒有講的 鐵匠中環 同位近來的表現真的不錯 即是上次 摸衫之後 現身 摸衫之後表現真的不錯 原來都是摸衫的 表現那樣不錯 以前只問你很保守 原來都是他open 表現不錯 老闆稱讚員工藝 你表現那樣高層淫 表現不錯 說他挺身去幫滅絕王 赤薩王 你不脫衫你怎麼知道人家挺身呢 是幫他擋滅絕王 現在暈了 但是滅絕王呢 就要追究責任 又要餵毒藥 同位這次幫他頂 即是 這本書呢 最有男子氣概 竟然是這個女人 即是作為 紅顏知己也好 下屬也好 沒有東西過 你知不知的 你在香港看新聞這麼久都知道 一個成功男人的背後 是要找一個女人出來頂的 所以為什麼政客是要結婚 就是這個原因 不怪之 即是他想都不想 本來滅絕王 放過你們都可以 先拍了兩套藥 同位就第一時間 赤薩王暈了 免是餵他 自己頂了他 等滅絕王又不可以追究他們 迫著要放他們走 保住他 共愛郎的健康之餘 又可以等滅絕王沒有藉口 放他們兩個走 這幕表現不錯 雖然不是什麼武打 但是民氣處理上 好過之前說那麼多 國家民族 恩怨情仇 反而看得挺爽 還要和那幾個畫面 大頭那些 特別漂亮 尤其是第六頁那裡 雖然樣子有點不同 漂亮得太多 但是真的令人有些深刻印象 之後就說他們 繼續起程回去西藏那邊 因為要找個麒麟寶藏 終於知道現在 最後幾群人都是向這個目標出發的 基本上所有人都向西藏之旅進發 其實他有說過一下 西藏有兩批人 一批就是狀王 一批就是跟過法王 狀王跟遼國比較親 法王跟周天子比較親 現在兩邊就認了 但是其實有些形容 我覺得很好笑的 他說到鐵中環那幫人 去到西藏 又說 哇 鐵中環 鐵中環一看到那些蟑螂 反應很大 看到那隻馬踩的蟑螂 他很好笑 他突然有感嘆 然後看地下 我想想蟑螂而已 不是沒見過 嚇死小輩 嚇死小輩 可能是我的朋友 古代應該很多 街道不太迷身 然後又說 哎呀 西藏的衛生環境真的不好 那麼多蟑螂 這個不是鐵中環說的 弄清楚 那些官員 隨行的官員 我也會覺得 對 以前你都會有蟑螂 有多麼突然害怕 鐵中環反應不是害怕 為什麼突然有這麼多蟑螂 在城市中間出現 而且之後他們看到 所有蟑螂是向著一個方向走 好像那些人遊行 那樣 其實這一幕是 預告了之後的一個劇情 就是忽然之間有地震 再難 以往一路以來 古代也有一個指揮 就是如果有地震 或者天災 是小動物昆蟲會走出來 他是想表達這件事 但是另外說 那個城市那麼髒 那是一些無知官員說的 只是看到那個表面 就沒有去解讀 那是超康人 是不是超康人 對 是他 是他 之後就是講 這班無人高手 怎樣應對這些天災的事情 但是我覺得 本來都不算太差 都純的 但是去到天災 地火 特別用地火 我就覺得 你究竟知道什麼叫地火 地火是怎樣來的 即是火山爆發的事情 對 火山爆發 就不只是爆火炎 你地震為何有地火 因為地下有裂縫 令到地球核心那些火 噴了上來 因為太多熱縫 那些火有多熱 你知道嗎 不是普通我們燒著的東西 接著他說 不知道哪些人 用武功 臨敵他 我不是說 九星雷祖 是之前說 出過什麼冰 出過庫拉圈 如果你說的功力 可以整齊地火 其實你已經是 當世三大高手 三組那種功力 沒有可能 我完全不知道 什麼叫地火 亂用 比春秋戰紅 對 神魔級 我覺得那兩段 都是在用現代的概念 說有蟑螂那條街骯髒 就是在用近十年來的 都市的標準 你後期 駕九天雷祖 令到天下雨 令到火熄了 我還可以理解 因為大家都是自然力量 黑自然力量 你不是用人 可以對方自然力量 地火會不會是 就像下面那些 梅板爆散 秘魯下面的火 都說他在打邊爐 其實地火 我撇除了他 不是想寫熔岩 當是天然氣滲漏 然後燒著 但是他這裡說的手法 也太簡單 因為通常這些是 圓圓不絕的來 可能你頂籠 要不就找東西 但是如果要用他這期 所說的方法 人製造的兵勁 去掩飾他 太離譜了 還有做了 西藏 三千多四千米 地底哪有天然氣 不是那個位置 因為不是那個 西藏 因為我看到解放軍 入了那麼久 都沒有說要開發那些天然氣 天然氣有份 我當異象算 但是這一幕 我多少都不能太肯定 他 是不是不想每次都純粹被人打 這次用天災 去顯示一下他們的功力 不是 他想顯示某些神通的東西 他有什麼交代 地震到法王廟 就沒事了 難道真的有神人保佑 我猜他是想為 將後期關於法王廟裡 一些神通的東西 帶出來 除了這二十七期以來 除了講功力 九天之氣 雷 地火 之外 現在又加多一件新的東西 就是神通力 不知 因為純粹是估計的 因為你無緣無故在南華寺裡 有整個女國 然後又說到神怪 去到那裡就停了 好像有神聖業庇佑 應該不會神聖是武功的 還有看來會是其中一個方向 就是政教這個問題 他都很強調 剛才所說到的 有狀王法王這些 和當地的政治有關 然後可能 他們的功力特性又會有些不同 我忘記了舊主 因為我已經沒有印象 舊主是沒有拍的嗎 沒有低狀這段東西 我沒有看到這麼後 我只是看到出天威出來 我真的沒有印象 要查一下 我當它就是新 但是之前說的 好像都未完完 幾個高手之間的功力 或者特性 雙刻那樣東西 好像未完又搬 又新的設定出來 就有點怕它駕馭不了 現在那個所謂的新設定 都是我們猜的 它還未搬出來 也不用這麼緊張 現在各路人馬都混雜在西藏 小不免也是要大打出手 現在就由中原和遼國過來 總共五派人 加上這裡 可能西藏當它兩派 就是法王和狀王 可能有些不對 看看怎樣變成縮減 大家為了自己的目的埋堆 為了寶藏和私怨 可能分成兩至三堆人 去拆出火花 反而上一期 劇殺王和狀王碰面 那一幕就覺得有些味道 是鋪之後的劇情 所以就有少少期望 因為狀王這個角色 起碼過性上 和之前出的那些角色 沒有什麼 我想問 它現在出的劇情 是之前那本沒有的嗎 就是它第一次出鐵掌中王 應該很多開始是原創 直到 也要翻看 才可以知道 原創的是多少 但是現在它已經說明了 這一篇正式踏入 和寶藏有關 所有出的人物 應該都是圍繞著這個事件 在第36期 上期的時候 也說明了 是麒麟二寶編 不知道是不是最後一篇 不過頂籠多一篇 都是和他們最後私人恩怨有關 看看是否真的寻寶 這段寫得不好 應該都是這個故事的重心 因為現在真正知道寶藏所在 只有赤薩王一個 其他人只有零碎的資料 都不是找到的 最後都是要等赤薩王來的 等這個去引發劇情 不過今天也挺搞笑的 說北遠 北遠他們 本身在藏王宮 那群真是高手 在這麽遠可以看到 那邊人家發生了什麽事 街上大火也看到 隔著幾個山頭 你知不知道西藏幾個山頭是多麽遠 大家不要看西藏的旅遊特輯 幾個山頭不是說幾條街 是很遠的事 你可以看到街上有火 你看到那邊地震 有雪崩 我想他們站到這麽高地 地震你們不害怕 地震你能看到嗎 只要被你倒樓 如果地震裂開 你這麽遠是沒可能看到的 大佬 你試著一盡我和方天凱 你看一下土耿雲地下 對著鏗鯉鯉爛了 你看到嗎 真的不是這樣 大佬 他是當幾個街口 他好像是幾個街口 樓下看下去 你說幾個山大佬 神經病 那些資訊量都很足 還有那幾個是多餘的故事 直接一開始就說他們在藏王公園 就說北遠在目標 就算了 為什麽加了幾個 又沒有意義 但是你又出賣了自己的弱點 他想說這個 有一個作用的 就是時間性 就是和那邊發生了一些事情 起碼他們是在這件天災之後 但是表達手法就可以轉向 最老套的就是飛鴿傳書 或者有人去通報之類 你只是形容說 那些陸鯉飛太過來 你因為這樣知道那邊發生了災難 就算了 我們沒說什麼看到 看遠鏡 你 一直都還有一件事很奇怪 就是之前 尤其是早期 大家很關注的 這個 老班 原來他都隨便出發 一直跟到西藏 不知道最後的劇情還關不關他事 還是為了 為了大家為了 所以繼續帶他出來 他應該也有關事 我猜他有些機關要去破 寶藏可能也要靠他 應該要靠他 我忘記了當初為何要帶他 答應帶他一起走 我已經忘記了原因 嗯嗯 在救火裡 其中有一幕我覺得很貫徹 就是鐵中環 幫忙救人 他也是專門救小孩 跟初期一樣 鐵中環也很厲害 他用一套武功 把火災撥開 亡情長最高境界 火都可以被他撥走 這個都可以接受 至少他不是像後面的人 就是救火都可以做 一般武學來說 飛船走壁 救人都還可以 整班人之中 我覺得他的表現 是比較合情理 不是去到太誇張的地步 那 還有沒有其他想說 鐵中環 鐵中環 那些畫可以保留 反而沒有之前我們說 一萬年那些起伏 但是韋雄好像有些意見 我們現在的故事 是嗎 故事啊 故事也是 覺得 悶 悶 就是 沒有虎虎虎 因為我沒有看最初的 那 都是承襲了過往的問題 太多 對白交代劇情 對 你一是 就好像 第一輯的 《龍虎夢外傳方向射審》 就是這樣打 如果 你這樣做 要是很有內容 但又不算特別 好像是一些 不是很重要的文章 打得又不厲害 內容又好像沒什麼 我不知道他的銷量是怎樣 以前 討論功夫 都覺得 都不是很 對 現在 是否現在轉了公司的名字 還是《風龍動物》 對 轉了 你現在叫做 現在叫做Dart 接下來會有很多玩具 那些出現 我想畫質素穩定了 以及劇情沒有開頭那麼黏 雖然現在還未到什麼高潮位 本書也是不吸引 很難去到一個好的笑容 但是對福龍的粉絲來說 已經以可以接受的地步 我只是擔心無法維持盆生意 聽說又按了樓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不知道你有沒有實行到這個計劃 現在看上去就蠻Dart 如果我看後面 我看後面最後 最重要都是我覺得 最能夠顯示 都是最後的兩頁 就是看龍少的臉 你就知道有些Dart 他不是這些叫灰 對 對 這張 他周忌那裏 不是他抽獎那裏 前面這幅 再後面那幅 他的近照 對 那你會知道 他面上也會反映這本書的 日雕亮 自己開公司的確有很多東西仇的 對 不是財經狀況 對 但是近來雖然不雲長多 就是 同位那些我覺得OK 有賺 但是在畫面上 我想都欠缺一些比較 令大家心印象 尤其是有些動作場面那裏 今期九天雷組那裏 算是出他的 半色的雷霆霆震人墓 但是 感覺上除了是 樂色漂亮以外 構圖 也不是說 有實 可以留到印象 都漂亮的 但是 可能我們想看打場景 只是打場景 譬如他那個分鏡 或者是人物出招的角度 配合場景 始終未去到一個最理想的階段 雷霆霆震人墓 是這本書中最厲害的一招 基本上大家對他的期待 就等於黃蕭夫出這個 《霹靂狂龍》和《電光道龍傳》 但你出那個時候 沒有那麼震撼的話 就不斷下降落 如果有龍虎門這樣說 我是對他沒有期望的 不是 不要說整本書 就是驚喜吧 因為只是說這個招式名字 人們的期待 很厲害 超厲害 最強 但是現在越出 感覺越普通 越斜 這樣的話 對往後的發展 其實不是那麼好 我覺得 他好像想找手 就是一個巧合 和作畫的方式 都好像想找手 但是其實是要 是要突破 要花點心思 例如出雷的招 不論是廣晚 日晚 其實很多人都不會試過 但是構圖上 是要花點功夫 令讀者覺得 你這個演繹 是比其他的 因為以前是1989年 那時候 這招的概念可能很新 但是對於現在來說 很多人 很多日本也好 美國也好 香港也好 的漫畫已經用過很多年了 那你再出類似的 想法 會不會是 大家已經覺得沒什麼呢 但是如果他這樣做的話 就沒有了 那本舊作品 重新再畫這件事 如果把這招變成另一件事 就更加沒有味道 因為已經不是那件事了 如果說不知 現在我拿著黃龍虎夢 那樣 那樣 其實只不過是 出暗氣的 你會少到 那樣 就是 新的 我不跟著 我覺得有時候 有些事情 不是說 就是 是你的演繹 和 如何配合這個故事 好不好看 又不是說 你又用回相同的表達方法 我想不是這樣 你說得明白 我是拿回以前的舊作品 重新再畫 有一些重點設定是不應該改變的 沒錯 但是 在構圖上 可以花多點心思 這兩頁 我感覺不到 威力更好 如果說這些 類似這些 招式 靚 它和 溫裙 相差幾條街 其實近期 用溫裙去比較 我覺得是最適合的 最容易比較 現在就是 什麼 模型劍器 類似的 做得很漂亮 現在大家都還很深刻 當日 第一次出現的時候 那個畫面 嗯 這就是表達的功力問題 不一定是 強行運動一些人 打 總而言之 你用到某個級數的功力 就要讓大力讀者 看到那種震撼性 是啊 說完最後一本 封神幾 繼續說政治 和制 上次說到神眼 大長老 就說 整個大和解放案 給阿九 冥人冥地的做法 對 冥人冥地的做法 但是阿九 即是 梁振英大長老 心目中 他就這樣想 對著那些人 剛剛對著那些起義軍 現在他們就勢如破竹 現在不要跟他硬碰 就給他一些條件 狠狠和解 滿足了他們 只有一百個方法 玩你 大家都知道梁振英大長老 是什麼人 他都說出他心底話 但是阿九 令他失算 就說 我絕對不會妥協 看穿了他 那些人 一定會抽後算帳 什麼大和解 根本就是換兵之計 我們不撤 不是 我們不剷平 那些精神 絕對不罷休 然後梁振英大長老 就開始害怕了 梁振英 看到團結一次就害怕 在這個時候 阿九以為自己 要跟梁振英大長老拼的時候 就發覺他的力量開始消失了 為什麼呢? 原來他身後的群眾 開始真的沒有這個戰鬥意欲了 還要覺得 大長老的條件都不錯 不如接受他算 拿點甜頭 這樣 令到他本來是吸收在場大家的力量 就開始慢慢削弱了 雖然他很想打下去 但是也無奈要接受大家 退兵的決定 我想是和仔對現實中的一個唏噓 感覺來的 不會啦 現實不會這樣 我們會堅持下去的 嗯 可能是一些過去的事件 接下來就不會的 現在政總那邊還有很多人聚集 有時候他寫這種是有點無奈 也都感受得到 大家作為香港人 即是久不久就是這樣 尤其是很多群眾聚集了之後 為什麼不利用那一刻 叫誰出來 答應某些條件 甚至徹底要他推翻某些事情 但是社會有時候就是這樣 未必每個人都會認同你那一套 正所謂高登朝語也有說 即是不白神一般的對手 知白珠一般的隊友 又未去到這麼誇張 不過只不過群眾 有時候未必每個人都想去到這麼盡 其實阿狗自己都有妥協的 他看到人們都不想打 那算了 大家不打就散敗了 他都沒有說很不甘心 或者想再說服他那班隊友 他都算了 大家說打我就打 大家說不打就算了 如果不是就交了 到時沒有人肯輸這個空力給你 他方中不出醜 然後就坐下椅子過一人 自我感覺良好一下 拿點好處走 這件事就是這樣落幕 沒有想像中那種真的要決一生死的感覺 尤其是我們之前說黑龍那裡 他都繼續沒有交代 真的拍一下之後就有燃燒暈 死了 真的死了 那令到我覺得 整場神族島之戰 就有點內雨秋彩的感覺 反而最後得出來的結果就是 唯一的贏家是神岩 然後開一張旗票給冥族的人 然後繼續進行他的計劃 感覺上 沒有以前看廣漫或者和仔的書 一場大battle之後 你覺得世界是一種比較理想的改變 以前譬如 封神幾 武神鳳凰 不是封神幾 殺獨行者 封神幾以前就是封神幾 封神幾1 封神幾2 封神幾1有沒有做到這種感覺 有些很難令大家有一種很爽的結尾 或者 我不知道會不會有一點反映到現在的心態 有些 覺得事情不是很輕易 不是說你打一場大battle 就完成了 推翻了 反而是可能 要慢慢 你打一場大battle 改變了一個形勢 但是 你還未完 那件事 難道人到中年 那些思想都改變了嗎 然後也有些封神的 有些神 那個指日的神 跟神眼大長老說 很不甘心 覺得封神就沒有肉了 他們竟然要跟民族妥協 但是神眼跟他們說 不要緊 我們還有結晶山 那些晶石 會令我們掌握遠古神後的力量 總之有一天就證明他們會覆卓了 他是用這個條件去換取時間 其實這傢伙也賤的 就是看看 轉頭把一張和約送到別人那裡 說你們可以在那裡立國 但那個地方原來有人在那裡住 那怎麼辦呢 神眼大長老你 等你們自己又再打生打死 他不是真的給一個好處 只是 只條路走 這段有點像 那時候出埃及紀的聖經裡面說的 去 尚主的英雄之地 但那裡又有人住 你要打鑊他 完全是那種模式 但我真的很喜歡下期預告的名字 現在我們應該要哭 見國大業 你有沒有感到 我感到到 你明不明白 我的愛國不是經常拿出來說的 放在心裡 說到出口便便便便便便 其實怎樣看呢 就是他Promise Land那樣東西 現在神給你們一個地方 但那裡是有人住的 即是你 現在等候我交給你 但裡面有人住的 你收到了便便便你自己住 收不到不關我的事 即是甜身 那你覺得怎樣呢 其實他們又很開心 我們去吧 我們去趕走人 基本上可以當是神眼一石二鳥之賊 即是他給你叫你去 就一定是豬頭骨 甚至找你去對付其他他的眼中釘 不是等你們打生打死 然後你拿到 你都可能選兵折將 或者幫他剷除了另一幫人 即是表面來計 神眼 這個如意算盤應該是打得響的 但是在這幫年輕人 或者是民族的眼中 會不會真的好像他這樣做呢 又是另一回事 或者可能變成一個很happy的旅程 團結更多人 這個又是有可能的 我反而覺得這段東西 是和仔自己給 他現在說的好像是神眼 想爭取時間去重建神族 我覺得是和仔爭取時間去重建故事 因為整段 現在神族這一段 我們之前也說過多次 你怎麼這樣打又打 不知道你在做什麼 我懷疑他自己也不知道 是在做什麼 總之結尾就是天鳥死了 然後其實那個大老闆就是神眼 他可能最初就設定了這件事 然後求求其其 將他們推到第二個 開始一個新故事 開始新故事之後 其實神眼的故事 其實他可以集團放下 他可以想到究竟 永毒和人類 和神族 最後應該是怎樣 他有時間可以慢慢想 其實大家想回一開始 風神記 大家都知道 在開盤廣漫 很難想著做得長 設定應該是這樣的 大波士是天 他下面有個很狡猾的祭司 心躍葵 心躍葵 六部 這群人應該才是他的敵人 但因為他轉了寫場邊 故事發大了 越來越多角色 有多個神眼 然後六部大神又不是最厲害 上面有一群聖王 又走出來 其實他們的身份都重疊了 究竟是誰是BOSS 誰是他的手下 誰是厲害 誰是不厲害 我想他現在真的趁著這個機會 將他原先的設定 一次過收掉 天啊 六部大神 那些全部收掉 類似的做法 肥良當作成為海虎的時候 真的成功很多 作為他的前輩 當初肥良自己說了 是分三輯 他也有改的 他寫第一輯的時候 接收到讀者的訊息 來信 他已經將第二第三輯故事 改了 但是出來的效果 大家是更滿意更高興 聽他之後說的原案 其實就想到 第二輯什麼奧家第三輯 好像是挺悶的 幸好他當時有吸收到這樣做 還有他控制的期數好 每輯都是48 現在我們 這一輯 剛剛還有幾期完 應該就是 錄了四期 即是六四元 但是他的期數也略形太多了 以第二輯來說 他故事裡面 我們差不多每兩個星期都說一次 是很黏的 其實我 我真的想他快點結束 因為和仔後面的專欄說 他結束了這一輯 他又會出幾期短篇 我對那個短篇 是期待多於他本書 我也是這樣說 起碼是一個短期計劃 他可以控制得好一點 而且經過上次野狼與馬利 大家的感覺都覺得OK 韋鴻你也有看 是啊 看完 我覺得短篇真的不錯 是有特色 還有 港版很少有 他自己都說 驚奇 就是那時候 這三期是每期都升輸的 這個是 一個強心針 但是長寫可能又會變成立 又會跌 很難說 不過他說 今次會作另外一些嘗試 未必 可能不是走上次這種 瘋狂搞笑的風格 即管期待一下 他說下期就會有廣告出 你應該開始 風神幾次 為甚麼會有故事 我們提到的問題 其實我當中覺得 是有一個難度的 因為他不是純粹想創作一本 港版 寫一個故事 然後吸引大家看完 他當中是要夾了很多 政治事件 即現今社會發生的事 放下去 所以你變得 為了夾這些 他的頭和尾 發覺每一段的故事都好像 尾 因為他迫住 為了遷就這些事件 他是埋不住尾 我不可以完全把我現在發生的事 真的可以成為一個完美的故事 但我一定要把這些 放下去 他自己很想放下去的時候 那是不是迫著在故事上面 我們看整個故事 很容易覺得 為什麼故事好像這麼鬆散 某些地方好像這麼黏 我覺得是一個原因在這裏 反而是 他是著重說 現今發生的事 多於想說一個很完美的故事 即是《封城幾》這本書 這次 所以你覺得 為什麼跟《撻道》這麼大分別 《撻道》裡面 我們那時候也有些 反映時事一些的事 但是沒有《封城幾》那麼多 所以你會覺得 感覺上 好像《封城幾》的故事上 沒有《撻道》那麼好呢 其實我覺得其中的原因是這裏 《撻道》不夠緊 是難的 還有 他有些設定自己也有自打退霸的 你說今次說到 《寧宗》那群人都縮殺 所以沒有力量 所以要退減 其實當初他在說所謂的 靈魂力量 是過給你的 是他過給你 是要犧牲自己的生命 怎樣可以完成這件事 我犧牲我的生命 我將它變化為靈魂力量 給你 他過給你 我理解是收不回的 而且他過了給你之後 他是會死的 所以那時候不會輕易 將靈魂力量過給人 但是現在很隨便 現在變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 不同級數的民族戰士 過起上來有分別 出奇多 高級數的我過完給他會死 低級的過給他也不會死 那我幹嘛要做高級 但是高級過的那些就真的很多 高級的給他100元 還是低級的給他1元 這件事是本身的設定 是為了應付這個場面 不過冰師一說就提起 我們上期見到 詠勤痴未死 這件事都不知道算不算 是違反了他自己初期設定 我記得他好像那次說 那次死了 對 好像趕走逆天移行的時候 是差不多永別這樣 因為是沙沙漫漫 對著燒酒看好戲 不是你而已 我喝的都是清酒 所以 就未至於這本想剪輯的 但是 總是覺得不是前列推介 如果你是 我覺得 你看這本書 不要抱著一個 我純粹想看一個創作故事 這樣的心態去看 我想看和仔 或者表達一些他對 時事和政治的感想 還是怎樣影響故事上 我覺得OK的 你會覺得很好看的 但是總是說 我想看原創的東西 你就會覺得 其實他都不夠原創 又是翻炒的東西 你就會覺得不好看的 當你對他背後 想表達那些政治事件 或者社會事件 沒有興趣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這本書不好看 其實我 我反而覺得 他如果真的想很專心 用一個借股奉金 或者借一個科華故事 去諷刺 好像是示範一樣 對 其實都OK的 劇情上當然要編排得好些 他現在反而就是 他好像有一半 想寫一個普通的神話故事 有一半又想寫時事 還有剛才說 原創的問題 剛才我們未開麥克風之前都說 其實他有很多事情有很多 幾時感 幾多扯聞 除了是日晚 其實不少也是來自他自己的舊作 創作味道沒有以前那麼濃 所以一直都沒有正式買他的書 因為覺得 好像某一部電影 以前插導行者都是這樣 好像還沒去到一個位置 我覺得是需要去追他的書 看看接下來 他休息一休之後的第三輯會如何 作為風神的賣尾 起碼他肯賣尾 他講的是第三輯完完就完嗎 對 他講得很實 跟馬Sir一樣 馬Sir都說風雲的第三輯會完 接著就出風神的第三 他上次接受另一個電台訪問 他說已經準備要寫完 不過不知道多久之後 你說到好像他接受過我們訪問 另外一個電台 不是我們 我們沒有可能找到他來 如果有聽我們節目 他才不免得上來 我們很多網友都聽了那個節目 都可以當了解一下 廣萬人創作了20年 風雲 23年 到底這一刻馬Sir的心態是如何呢 可以過去了解一下 我們這裡不會有一步 自己穩定 聽完之後 其實對馬Sir 現在的馬Sir有另一種看法 他人是想進步 但未必在漫畫中看到 在哪裡看到 你揭開財經版 你側面都看到他 可能是其中一項 對馬Sir沒有另一個看法 我不介意 聽完之後會不會對風雲這本書 你這個看法最重要是 這是哪個關鍵 他其中有一些訪問 之前都說過 自己原本定下的計劃 是不能夠實行到的 他可能是擔心 影響太大 又要遷就讀者 所以就收藏了 那些他說的 idea其實是有讀者提出過的 但他自己一定收藏了 如果有讀者想說服自己 繼續看風雲 你就嘗試找這個台聽一下 我們不想再多說 免得幫人買廣告 聽完其實也未必會買 聽完其實也未必會買 今天星期差不多 放了四本都很夠屁 都過了 今個星期尾 給你介紹一下 你的主場 高達 又說高達 那 賣來看賣來聽賣來選 會不會就是高達入門 真的 不會啊 聽到好像火滾 哈哈 你還是要咬著這件事 不知道 你就來聽吧 聽完給我一點評擊吧 到時見 拜拜